如果說有人跟你提到中國這兩個字 腦海中浮現三個單字是什麼 人多 然後 感覺很有錢 然後 抖音歌很厲害 可以了 抖音歌 那你平常有在畫抖音嗎 有啦 時不時就無聊畫一下 共產國家 然後中國就感覺中國人會有點貶抑的意思 還有 洗腦 會想到台灣獨立吧 習近平 好 還有 之前的那個 香港的那個是什麼 你說香港有點事件 喔 反送中 限制 然後 很 相似嗎 有很多 歷史 矛盾 然後 貧富差距大嗎 人很多嗎 習近平吧 還有什麼 小紅書 還有上海 因為我以前住上海 北京 然後繁華 可能也是習近平吧 小熊 維尼 習近平 核武 共產黨 然後 大神 跟 風景 你們日常生活中啊 就是對中國沒有一些特別的情感 或者說感情上的連結 沒有 感覺是貿易方面會比較多 我覺得是比較關於政治方面吧 就如果是很生活的話沒有 但是政治方面的話可能牽連到蠻多的 其實還好 多好就是看 因為像我FB上面都很常會有那種 可能是從抖音移過來的影片 然後我多常都是從那邊看他們的影片那樣子 但是其他地方就比較偏少一點 除非說真的有人 當你問起這個問題我才會 喔 就是 討論一下 我自己是沒有 不太 我會特別不接觸這件事 因為就是我不太認同他們的思考方式 所以就是我選擇在我日常 不管是在做任何行為的時候 我都會在我可以避免的情況下去避免 我沒有個人的情感對於那邊在中國 但是我覺得 我是蠻願意接觸的那種 情感嗎 好的還是不好的 這沒有對錯 如果不好的話應該就是那種 就是網路上看到那種 小粉紅在那邊靠杯吧 啊 OK 啊 好的話應該就是 不知道 就是地大感覺蠻好玩的 會想去那邊看看當地人 跟我們這邊的差別 嗯 會覺得他們很有歷史深度 但是在政治方面就 是另外一個態度 除了文學還有那個食物 你們自己有去中國旅行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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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有計劃的話會想去玩嗎 中國的話喔 如果有機會出國的話應該還不會考慮中國 還不會考慮那你呢 就是如果有機會出國我覺得以別的國家為首選 但是如果能去看一下也是不錯 對 嗯這個有點敏感喔 真的嗎 這會有點敏感嗎 我確定現在到底大家對香港的 就是論點在哪 所以你實際上是去香港玩過 對想要去像上海或是北京吧 就是比較城市發達一點的 對因為其實我也有聽我朋友說 因為就是他們像大陸本地人都有跟我們 就是有跟他說就是建議說第一次去還是去比較都市化 就像來台灣就來台北 對對對 因為他們可能會怕說就是你台灣人過去 可能有一些可能像是一些比較可能 比較二線的城市 他們可能或是以下他們都會覺得說你是台灣人 就是會對你可能態度上嗎還是什麼 有些地方就是可能會不是特別的友好 那你自己去的話你會擔心嗎 一定多少會擔心啦 多少會擔心 因為畢竟是你聽得懂的語言 那如果說今天可能你去可能去一些你聽不懂語言的地方 他們怎麼講你也就是不為所動啊 國中的時候有一次經驗 嗯 所以你沒有 沒有 那你去哪邊玩 那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我是去杭州 然後還當時其實就對於文化或者是就是政治方面東西 其實都不太熟悉 所以那是到那時就真的就比較像是看風景跟體驗不同的生活的感覺 那如果你將來你有機會的話你會想去玩嗎 會嗎 我想去新疆 你想去新疆 對 聽說那邊很漂亮這樣 那你呢 如果你還有機會你會想去嗎 我覺得情況允許的話還是會想要去看看 你的機構允許是很曖昧的感覺 你的情況允許是什麼 就如果就不會有生命上或者是就是自由人生上的問題的話 就是當然是很樂意去那邊玩 我自己沒有去過 我們本來有約好今年要去上海 我不要想要去杭州 不要去杭州 歷史那一方面 對對對 自己本身有去中國玩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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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 沒有 會考慮將來會去玩嗎 不會 都不會 對 會想去看那個西湖 西湖 是因為很漂亮 很有歷史的感覺 對 因為郭文很常提到 郭文課很常提到 那你不想去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 那邊一方面就是 有隱私問題什麼的 然後怕如果我講話太辛辣 可能會出什麼事情 太辛辣太直接 然後再加上聽說那邊的環境 也不是很好 空屋之類的問題 那你們在台灣或是出國有 你們有認識中國的朋友 國中的時候有認識過 國中的時候有認識過 那你當時候感覺怎麼樣 當時覺得其實跟我們台灣人差不多 但是可能我班上其他同學 就對他比較有反感 就回去拍吉他之類的 但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因為我很討厭中國政府 不是他們人民 我有去澳洲有學過 然後那時候就有遇到 一些不一樣的中國人 然後因為畢竟我們是台灣人嘛 然後班別就會跟他們 背排在一起 比澳洲人 對 然後就是有一些 有一群 其實有一群的中國人是很友善的 就是他們不會特別去提到立場的 但是那時候也是有遇到另外一群 他們是一群中國人一起來的 然後他們就會有一點小故意 然後就是像是我們還有韓國人 然後他就會送韓國人禮物 但是他可能就不會送我們 真的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他 而且他會去特別挑明 就是他會跟中國人 他會跟韓國人說 就是台灣人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把他們 中國人還是有送過禮物 但是我就把他丟到垃圾桶 就是他這個有點 就是這麼大的世界一定會有各式各樣的人 所以 對啊 我們系上很多 之前很多來交換的 真的嗎 是因為是政治大學的關係嗎 呃 好像是因為是傳播系 他們好厲害喔 我覺得他們很有想法 真的 對於課堂上交的東西 他們好像很能侃侃而談這樣 我自己是沒有接觸過他們經驗 但有在課堂上聽過他們發表 就是很積極學習的感覺 但並不會有競爭的感覺 特別想要跟你競爭的感覺 有啊 有中國來的學生 混血的 對 那你相處起來感覺怎麼樣 其實他人還不錯啊 就也沒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你有這個經驗嗎 有那個中國的親戚 喔中國的親戚 對 是很久以前國民軍政府的那一代的嗎 對 有來過 喔有來過 所以實際上沒什麼 沒什麼通信的往來嗎 還好沒有 你們怎麼看未來中國與台灣的關係 感覺像 維持現況就是不錯 但可能中國最近一直有在施壓 OK 好 我覺得 跟中國其實 我覺得就維持現況就好了 因為 嗯 嗯 我們其實算一直被壓迫吧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啦 嗯 能夠和平相處 然後 不要去特別提到立場的關係 就 好像就 可以 就維持現況 好好相處也是很好的 和平吧 不要在就是一直糾結的時候 到底 哪邊是哪邊 哪邊是屬於哪邊 我覺得就是 如果能好好討論 當然就是能夠 坐下來好好討論 不要就是說 永遠都是以武力來解決 因為其實武力真的解決不知道什麼東西 嗯 說實在 而且還花很多錢 那還是希望可以 有更友好的交流啦 嗯 OK 那你呢 嗯 嗯 差不多 不知道也感覺是順其自然吧 順其自然 蛮支持兩岸的官方交流 雖然都說台獨台獨 但是要獨立起來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們目前就是保持現狀 就是井水不犯河水 OK 好 對我覺得也是維持現狀比較好 你有沒有什麼話想對中國 或中國人民說的 可以來像這附近 文創市集也可以逛 可以接受到蠻多概念的 不一定 只要局限在中國他們 政府給你們的思想 我覺得他說的蠻對的啦 因為其實中國人有一群部分 就是小粉紅那一群嘛 他們就會覺得 台灣現在還是很落後啊 還是很不發達 就中國好像就很好之類的 那我覺得真的是 多多出去各國看一看 就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其實不討厭中國人啦 只是 有時候在網路上看到一些留言 都會覺得很誇張 但是我對中國人本質是還好 但是就是講話的方式 跟一些內心裡的素質嘛 覺得可以加油 對我也覺得是網路上會感覺到 比較多的謾罵 那很多都是對可能 反體制剪體制會有那種對立面 那可是我還是蠻希望他們可以過來看看我們 然後我們台灣人也可以過去中國玩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好好相處啦 不要不要這麼火爆嘛 OK 那你的想法 就是雙方可以不用一直爭執於政治方面 就是我們友好的往來 可以 就是 不管是文化方面 美食方面 就是可以有很多的交流 對 對 還是有很多的交流 來一下 感谢观看